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來 復盤一居席 這個是 我在今天下午 6點多下的一番席 那這個帳號呢 其實是我跟一個朋友 有朋友共用的一個帳號 所以 好那我們就來看這番席 這番席我是拿白席 咦怎麼沒有多子聲 咦沒有多子聲 咦沒有多子聲 有聲音嗎 要說關掉 設定 聲音多秒 咦多聲音 好聲音也沒差 沒關係 好這盤我是白席 那他一開始 一開始走成這樣的時候呢 我特別喜歡像時政這樣高掛在這邊 高掛在這邊 高掛在這邊有一個好處 就是 可以看對方想下什麼 然後再決定我想下哪裡 然後我掛這邊之後 通常對方會有三種應對方 最常見 第一種是像時戰拖腿 然後這樣子的話 我就會像時戰一樣 碰到這邊 第二種呢 是一間高掌 如果這樣子下的話 通常我會走這個定時 尖或長 通常是長 然後這時候呢 如果說他照定時 他走這個 那我就走過來 欸 死的話 不可能會下這個 如果說這樣子走的話 糟糕 這樣走好像很普通 也 看不出誰好笑 但是呢我們可以看到一點 欸 這兩顆子 他的效率出現了問題 這兩顆子通常是 他要發展這邊的潛力 就是通常這兩顆子 可能會搭配這邊一個他的行為之類的 然後我掛進去然後他就夾我 這是最常見的情況 那他這個時候這兩顆子 不能發揮他的作用的時候 這個黑球 其實是有一點點失敗 然後照這樣走 比方說 欸 這樣子好了 這樣子走其實 這樣子下一下 其實白球是很好下的 呃 反正這起 白球是比較好下 那所以說 黑球其實 呃 他可能 不會走在這裡 所以說他可能會 在這邊夾我這顆子 那這時候呢 我們如果左下角手把 不要說 隨便走 那他拖進來之後 我這局部幾乎就 爛掉了 所以 我必須在左下角手 欸 沒關係 重擺一下 那他夾過來 我如果不在這邊走 我左下角就爛掉了 但是我也不能拖這個 為什麼不能拖這個 因為他在走進來之後 翻了 一把 欸 這樣子白球就 幾乎是 不太能走 因為 走這個他就走出來 然後 這個戰鬥其實應該說是 我比較不利 比方說我穿一下 那他就跳出來 然後大概 就這麼走 這樣子的話這個戰鬥其實是我比較不利的 比方說 呃 走一走 那將來總是兩塊錢 並不好處理 這個狀況 好 所以說 我的白石不能拖的話 那這棋 大概兩塊錢 那走成這樣之後 他這邊稍微 稍微欠一點東西 然後 走成這樣是蠻常見的一個情況 不過這這棋其實黑棋就 到處都欠一點東西 這棋大概 我覺得還是白石稍微好一下 好 那這是第一種走法 就是他夾這個 然後 第二種走法 他也很有可能會走這個 走這個的時候呢 我通常會在這邊拖 他三不一定贏我 他三有可能 細合走這個 然後 這時候 我通常會馬上走掉這個 然後 這棋呢 他 很有可能會 比方說 這個 這時候拆後拆這樣都可以 我通常比較傾向 我好像比較傾向拆 不管 反正他就拆 只要拆哪都可以 這個好像太普通 可能會拆這個 你知道 那這局部呢 其實將來白棋有 有一些 一些手段可以使用的 比方說 我們看這局部 如果說 直接這樣擠的話 其實局部是 局部是沒有活的 但是其實因為黑棋外圍太薄了 這邊有一個切斷的手段 所以 黑棋想盡是白棋是 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說 當然 你如果現在馬上動應該是不在洗 因為 嗯 也不一定 可能黑棋就 可能白棋就直接活 對啊 所以 唉 又不見了 所以 因為 下層剛剛這個 其實就是 我覺得白棋很好走 這棋白棋很好走 因為這 左大腳基本也不是他 而且就算你不想活腳 你這邊點一點也是很好的 這棋 這棋如果他敢在外面走 那我一夾他幾乎就 不好犯 對 就夾這個 然後 直接動出來 他應該也不能太行 所以 他是如果只有走這個 那我再 可能說是碰一下 反正就 利用這個腳的味道 做很多問題 可能說這樣子走 之類的 這腳還是很不乾淨 而且先來爬一下 他 他的腳非常的小 當然他也有可能會挖你之類的 不知道 反正 這走幾下 白棋總是重 那再爬一下 哇太爽了 這6也許應該拆大一點 應該拆大一點 因為 我爬完 爬完 後面好像 不太好看 反正 左下角的局部 我覺得黑棋花這麼多手勢 但是 卻還是要被 各種利用 所以我覺得 這棋 黑棋不好走 好 那我們 就回到實戰 也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第三種走法 碰這個 然後 碰這個其實 這時候常見的黑棋 會有可能 三種走法 也是三種走法 第一個是翻這個 翻了虎 然後如果他這樣下的話 我會走 然後他如果說走這個的話 我就把這個吃了 這兩指被打死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大 其實我覺得 我就回到這邊走 如果說他夾的話 我就打了 打吃把它夾住 那這樣的話其實 而且這將來我還有一影燈 我將來隨便掛一個 大概就影燈到 所以 這棋我覺得 打一棋還不錯 就是 就是 比方說 再多擺址 比方說 好啦 他現在 再提一下 這棋 我應該 沾在下面 沾在下面 然後如果說 他消個幾 其實白棋速度還蠻快的 而且他這一排 他這個後世 只要他發揮的 並不理想的話 就是白棋轉 因為白棋速度比較快 然後他這個如果沒發揮好 那他就 他就爛掉了 而且 眼見的 我們這一邊 已經把他這個後世 可能說 輕銷了 把他後世抵銷是差不多 他在這邊基本沒有發展 他可能只有往這邊 只要說 走一走 然後他往這邊 那這下面其實 也是漏空的 所以他要經營的話 其實也 並不是那麼理想 而且 我走這個的話 他沒辦法直接搭住 這樣子 我直接被我洗光 所以他不行 所以 他只有走這一個 那這棋 將來隨便掉也掉 其實他沒什麼東西 所以這棋 我覺得白小講 然後剛剛講完 不然那個斧 變化 然後當然他這時候 也不一定會去拖這個 比方說 他就照 定時 那我可能會選 先把左下角 實控的 然後他如果說 跳的話 就走 左邊 將來很有可能 就省掉一走旗 那就走一走 可能左邊將來 就已經省掉一走旗 這樣子當然是白棋便宜 那如果說他 打進來的話 那我 這棋 可能會 不會打他一下的 然後他有跳 那我 再跟著 大跳出來之類的 不知道 反正 反正 我覺得這棋 白棋也 不能說 很好下 反正 也是 可以走的 那 這是剛剛翻得很好 然後 第二種 比較不可能 是他頂了翻過去 頂了翻過去 他的意圖就是說 我 我 白棋走這個 然後 走成 還原那個 定時 還原那個定時 然後注意這棋不要先停 這棋不要先停 保留將來打這個的可能性 打這個的可能性 打這個的可能性 然後走成這樣之後呢 呃 我覺得這棋 白棋也能下 就把這大跳出來 也是一舉起來 就 走一走 然後 白棋也可以考慮 連搬進來 好像也可以 應該都可以 應該都可以 黑棋如果吃腳的話 就太不便宜 就打一把 這 黑棋這麼快 就跑進腳裡面 而且 木樹並不大 木樹不大的 情況下 白棋這個厚實 是非常完整的 所以說 黑棋不滿意 那白棋 黑棋如果說 不吃的話 不吃 他也只有虎一個之類的 那我就把這個揍了 然後 這樣其實 黑棋也 白棋 左邊的配合也太好了 所以 黑棋也不滿意 總的來說 黑棋點過去應該是 快棋 應該可能性 好 那 回到實戰就是 我剛剛說的第一戰 也是最常見啦 碰面見啦 然後 這局部其實有 非常非常多一點 然後 很複雜 最複雜的應該是這個吧 最複雜的應該就是這個 然後 什麼 這個 這個之類的 欸 搞錯了 這個太複雜了 不是我們所講的重點 然後 還有像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也很複雜 也不是我們要講 講的重點 然後 實戰我是打的力 然後 我就直接看實戰好了 打的力 他翻的時候 如果說 白棋真子有力 比方說這邊有一個白 比方說這顆子如果是白的話 我其實可以翻了 黏這個 這個 這個真子呢 如果說白棋真子有力的話 翻黏這個 然後黑棋就只有這樣子 然後白棋就可以把它交二棋了 所以說白棋真子有力的情況下 黑棋 所以 並不能走這個 因為這樣黑棋就崩了 所以說 所以說 黑棋如果 就 氣掉的話 感覺應該也不太好 不過這個也是蠻複雜的 那實戰我是 鑽進去 然後走成這個定石 我 我為什麼推進這樣子走 就是因為如果走成這個定石的話 我們覺得是 白棋便宜 我覺得是白棋便宜 因為 比方說走成這樣 他實在沒有去斷我 如果說他斷我 那我就跑出來 他藏 我就拆了 這個局部根據我研究 這個局部白棋是不會死 也就是說 白棋不死的情況下 那黑棋這排後是 幾乎是等於擴充難度 那你 你大概也就是在經營這邊 那我 比方說我做 這其實 這其實黑棋也沒什麼動作 將來掉一掉 這黑棋其實 很難在這邊做大 那走成這樣 他如果這棋不斷我 幾乎也封不到我 他沒有什麼更好的攻擊方法 通常對於這種形狀 你不斷我的話 那你通常還有假我這個的可能性 但是在這個 你這邊已經厚成這樣的情況下 我當然不會笨到 什麼 捐一個讓你殺出來 我這棋我就簡簡單單 處理就好 這棋我就輕處理 反正你這邊 怎麼走也是重複的 這麼窄 三四個的距離 肯定是太重複了 然後我這邊的距離 特別特別影響 所以說這棋 這棋走成這樣 我覺得是白棋不死成功 因為我前面先掛到了兩下 如果我 比方說我這邊沒有掛到兩下 我現在 現在該擺 這棋走成這樣 也就是說 如果我沒掛到兩下 這棋 變成黑棋可以地角在這邊之類的 那這白棋就很難下 對吧 所以說我前面掛到兩下 肯定是便宜的 那這棋 嗯 起通常人家都不打掉這一下 其實通常這就是 為了保留 但是 其實我覺得保留這個並不是 其實我覺得保留這個並不是必要 我覺得也許應該是比較好 我覺得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 因為 將來很有可能打不到 我下了好幾盤棋 就是對手 將來這個沒打到 然後就 就找一次不好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這棋 有可能是應該打得到 當然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也說一定是可以 好 那我們就繼續看實戰 然後實戰這棋 他掛進來 我推薦是提了一個跳 然後他可能會拆個二子 然後這棋 我通常會先擺 然後如果說 他這棋 如果說掛外面 我通常會整天 然後如果說 他點腳我都會這樣走 這樣走我覺得其實白棋還不錯 這距離很不錯 然後 走這個 也行 我覺得都行 因為都可以接手 而且這棋 我擊破是掃一掃 我應該 他可能再接在整個 應該不會再接 將來可能就直接打內 其實我覺得 都不錯 然後實戰他是掛在裡面 然後這棋 我覺得 只去攻他 應該也不知道 我覺得就擺成 擺著哪一天他總會牽一手 比方說我將來在這邊動 比方說這樣 那他如果說 想打入我這個 那他就會發現 欸? 這邊突然說我兩顆錢 比方說 比方說他打入好了 那我將來就 比方說我就把它蓋了 下面都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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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就會發現 他這塊 越來越薄了 然後 我再走過來 可能 可能 可能他 就 比較好走 這局部他可能 不一定能夠進了 也有可能能夠火 但是可能我中間的錢也有出來 所以說 他這邊多一塊錢 牽制的時候 我在右邊發展的時候 我的棋就比較好走 然後這時候 最緊要的當時 我先把這個給出一下 這棋我小飛 其實我覺得 可能就有問題 所以我們可能直接出來就好 不過他可能會取我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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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搞不好我應該在局部安定 但是什麼安定 比方說 這樣 看不到會不會有點晃 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研究清楚 但是實際上我是小飛 那我身邊大 局部我身邊大 沒關係 我實際上就小飛 我覺得 這棋醒其實很不好 多走一走 將來他打在這邊 我應該 很不舒服 這棋 我這個小飛應該是換棋 隨便找的 就是這個還好 實際上我直接攻過來 其實應該是 錯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應該先在這邊經營 隨便 反正就先在這邊經營 應該才是中 那他板鈴其實 其實我不太懂 我不太懂為什麼他現在要板鈴 可能他對實際比較敏感 比方說他覺得說 如果我在這邊做活的話 我直接板鈴就很舒服 他可能覺得我這樣子太舒服 也是有可能 不過這樣子我大飛就很舒服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走法還是怪怪的 就乾脆都不走 直接走 跳出去應該比較正常 然後他現在才跳出去 跳掉 然後 這邊走兩下 應該不是很重要 我這時候震到 我應該 攻擊還算成功 這一條可能還是不要頂一下 我沒辦法注意 他真的飛出來好奇 我那時候沒有注意到 沒有注意到他可以飛這個 然後先問我應手有沒有再貼出來 也是好奇 就是 他先問掉的好處就是說 就是說呢 看一下 比方說這樣好了 比方說他現在煎這個 大概就這樣 比方說他這樣吃掉我一顆好了 那將來他這個 就 他點這個 我應該基本上不會去接這個 或者說 我6之前 反正這個打總是我的嘛 你懂嗎 所以說他點的時候 我不太可能接這個 我肯定會打他 所以說他先點掉的好處 就出來 比方說我在這樣子 這個好處就很明顯 所以說這就是 一個 分號的一個 召喚掉的 這個 因為他覺得他不太可能再打一次 反正這奇形他不是點就是打 當然還有夾的可能 不過他只要 他只要點到這一下 他就夾到 或者說我搬 他搬的時候我也不能再夾 所以說這奇形 他先點到肯定就這樣 然後他貼 然後他貼 我霜 這邊有斷點需要補充 然後這時候我隨手了 我居然跑進去長輩 我那時候還想說 他一霜我就要不再飛 但沒想到 我那時候 啊 嚇下去馬上發現啊呀 塞 這根本不用霜 因為我衝了他就拐就行了 他就連打他 所以我覺得這奇應該只有走 然後他走的時候我再掛過來 這奇我覺得 白奇還行啊 這奇白奇還行 當然這也說不上好啊 因為這其實右邊還蠻空虛的 不過至少將來 我貼出來還有得搞 這奇他還是沒有火 嗯 所以說 我嘗一個大小的 然後他碰一下 然後這時候我想說 我去這個好像不是奇 他這個火太順暢了 這右邊基本已經是他了 變成我中間是 這個 這個 就是 這都是鼓起就出來了 而且 右下角挺不 還很有味道 就還很有味道 而且也不大 所以我想說不管怎樣 他反斷火我就打了他 然後他這奇應該 不太能再接了 這奇他攻殺應該是殺不過 所以 他就打我去 不過這樣子 因為剛剛這手指的問題 所以就變成說 哇 他這邊 舒服得過了 哇 十幾木齊 然後 十幾木齊 已經跟我一個角一樣大了 等於說我只 折到這個邊 不過這也沒辦法 畢竟前面就是 打燒了 這奇走到這邊已經是看好的 肯定是看好的 當然奇也 也還能想 然後這個折兩下 然後這個折兩下 我覺得也許 也許他應該 也許他 不要頂 我覺得也許他應該折外 可能比較好 如果說抄角的話 再攻我這個 其實我覺得這樣一下 白奇應該比較艱難一點 看這就是死要角 然後我這邊 欸 我這邊潛力的話 我這邊有紫 所以說我這邊 又少一手指 然後這奇 注意不要立這個 因為立這個的話 可以碰 很不舒服 因為想這個 一跳就先走 那這一跳 這基本就 黑奇就很長 被刮得很長 那你的奇 你如果不想被點的話 你只有 就是說你翻的話 就夾下去 不夠長 衝出來 所以白奇也不行 也就是說 自夾的話 黑奇就不夠 那我就走了 那 這樣怎麼看都是白奇成功 然後如果他不想夾進去 也可以翻這個 然後這個打了吃 應該就是不太行 所以他通常會 這時候 黑奇真子 欸 黑奇真子 欸 有力 那白奇就照剛剛那個時候 反正 然後 這奇如果 上面白奇 上面是架子小的話 白奇還會痛 你這不能吃我 吃我一段也完蛋 欸 好 那你不能吃我 所以 這 這將來也長了很多東西 所以說這奇真子不明 通常會要力量 當然 比方說你這邊有一顆黑子 然後你 而且右邊價值又不大 你力下去就可以了 比方說你已經變到 或者已經到達 配力 但通常不會用力 然後 他這時候 我先夾一下 然後想說 這時候應該已經要碰他了 畢竟我要 我要在上面找一塊 我不太可能下這個 怎麼按 我不太可能下這個 他怎麼不能按 開始試一下 握取不能按 搞什麼鬼 欸 可以了 反正我不太可能走這個 因為 我這邊還有牽制 比方說他就 最簡單的 把我分段 應該就在 那我 這邊多幾顆子 我左邊越來越高 因為打過來 再洗 一手再洗 所以我覺得 如果要搞的話 我一定得 靠著他去 然後我碰他夾我的 其實是正常 然後這時候我想說 先把木 給倒掉 而且比方說 將來我五到 這顆子 基本已經就回來了 所以他的腳 現在等於是 幾乎沒有木 等於說他只走到這一點 那我這一點當然不行 然後他先去這邊 走幾下 這幾步也是走錯 比方說 將來他在 眼尖的護 可能一直先走了 那 當然他還有很多 別的利用 那時候 這時候 他在這邊走的 他就很順暢 因為他這邊多了 一個先走 所以他 可以針對這 土炮 之類的 因為他 他這邊都先走了 所以這是一個 蠻不錯的戰術 然後這邊 這時候我應該打一勢 單膩比較好 其單膩比較好 其單膩也還不錯 比方說他走 因為將來我不會說過 就是 其實反而單度也可以 不重要 可能 如果連一連 他局部還是 沒有阻止 像我覺得自己 就擔心好了 不過 他右上角其實是沒有木 而且左邊 他一點多 剛好中間也點多 不過我覺得這起白起 很好 那我跑去貼一下 其實貼完 我還是得回到 這個 裡面 不然這邊一擊 我就爛掉了 那補天的時候 一擊 爛掉 所以我還是得 那貼了一下 肯定沒有便利 貼了一下肯定沒有便利 然後他這時候 應該補掉 然後我這個都交很多 他來虛了 我覺得不能要 不過這邊就 我覺得他硬分斷我不好 我覺得他應該 邊攻擊邊撈木 他直接來 單光分斷我不太好 我覺得 可能我會 我得補一補吧 我可能得把這對東西 補一補 比方說他撈一撈木 我覺得 欸 補習牌還是不好 他點多了 不過 嗯 可能還是應該分斷 那我剛剛講錯了 可能還是應該 只有分斷 不過他分斷的手法就不好了 最後一分斷 變成我把他下面都給全吃了 走一走 居然變成這樣 那是其當然他完了 走成這樣他已經完了 而且就算 就算 那邊我雙活 也是我明顯要好 只要我把左邊都可以做 所以13 他想 他想要全吃我 然後那時候我在想 是不是跳一跳下 然後 我講說 這樣子走 我那時候沒有仔細判斷 向左我是不夠 現在都不知道嗎 好像不緊張 向左其實我是不夠 欸 他是夠 他 他 他 這樣 這樣我還是明顯英格 走 走 我不用走 我把中間 補一補 跳跳 沒有什麼臭 滾滾滾滾 欸 這樣我會引走 那我 那我明顯 走這樣算 我實在在左邊洗得好辛苦 然後我那時候有個想法就是 我這邊有一個 他可能覺得這個 這個打 永遠都是打的 但是 就像我前面所說過 這個打 很多情況是打不到的 實戰就給一個證明 實戰這起 我擋 擋下的時候就當我一種火 因為他必須破眼 破眼 然後 然後 我再開一個大招 欸 把這一波氣掉了 那我就火了 而且我還火 左邊還火了不響 那他臉 加著 這個沒有氣 所以說 我火了 七八木起 也不小 所以說我起掉的話 僅是被起掉了幾個 一二三四五 加原本的四個 二十 二十木左右的起 我自己也火了七八木 其實其實根本不虧 而且 在我前面的判斷 我只要隨便清香兩下 就有一定 所以 整個都洗過了 那肯定是多了 那後面的進程 不是很重要 我後來連中間都給他洗 可能我覺得沒差 把上面停一停就 很多了 很多了 所以 好吧 那這盤起 就 講解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